拆它啊 早都说拆没拆 看里边是18650电池 还是说是软薄电池 你看18650电池的话 应该是可以放进去的 看这个 很多人喜欢这个手电 不是因为它多优秀 是因为它性价比很高 这不全老板又买了两个 他也是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 价格便宜 然后亮度和续航都能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说就买了两个 给工人没用 这两个螺丝 这边还有两个螺丝 然后这个应该能撬开 试一下 嗯 撬开了 好了 十字螺丝 打开看一下里边啥 18650电池 这是1200毫安时的 咱们测过 这是足量的 这个已经能续航七八个小时了 可以了 你觉得它容量小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容量更大的 18650最大能做到3000毫安时 你换个那个 那肯定是续航加倍 不过没必要啊 七八个小时够用了 这打磨掉了 这应该是个单片机 这个小芯片是电池管理 然后前点 这两个是挥手感应的个 一个接收一个发射 下面这几个就是发光的灯珠 好了 转回去吧 演示一下它功能啊 功能挺多的 它有五种光 看 这个是手动开关 这个是自动 咱先按这个手动 看 按一下 这个是最亮 然后再按一下 减弱 再按 这个是泛光 再按 红光 再按 白红闪烁 然后再按 关了 这边是挥手开关 自动的 你按一下 这时候呢 你手这样 挥过去 它就亮了 再挥过来 它就关了 这个至于手动 还是说这个自动啊 根据自己需要的选择 反正有这个功能啊 还有的朋友说 比如说打开了 打开之后 假如关的话 你按四五下 它才能关吗 不是的 这个大概四到五秒钟之后 比如现在 你再按 它就关了 看 按 它就关了 这一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最主要是它便宜啊 不到16块钱 功能也不少 亮度足够用 能续航七八个小时 丢了坏了 也不心疼 下期呢 咱们拆解这个 这其中一个拆一个 它我们不知道咋拆呢 这有个螺丝 前面没有螺丝啊 看 咋拆啊 假如把它硬撬的话 要撬坏掉了 谁拆过这个 可以说说咋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